首屆的雙北城市马拉松 目标成为 双北新一场国际级赛事 当天天气舒适 跑者们都很开心地 跑在难能可贵的市民大道上 但令人遗憾的是 万马里程数不足21公里 领衣宝带要排队等 超过40分钟以上 实在令跑者们非常遗憾 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 双北城市马拉松的 跑者怎么说吧 第一屆的双北 然后我就不太清楚 后面的路况 然后前面就是抽太快 15K以后就降速蛮多的 中间的话有认识一些 好友啊 帮忙加油打气 对对对 哎有不认识的 不认识也会帮忙加油打气 哎快到了快到了 好像气氛很好啊 下一场的话是跑 台新女子马 对不对 所以这场的话也算是先暖身吧 今天跑不出来的成绩 我自己还蛮满意的 也是有刷新我个人的 TB 今天算是以赛代训了 因为上礼拜刚跑完港度背 一万公尺 其实有些疲劳了 然后下礼拜也还有新年背 所以这场就是以练习为主 它距离有少一点点 然后在那四个桥 其中有一个桥我觉得可以把它删除掉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上去就直接下来 比较没有意义 其他就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跑半城马拉松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平常还是以场内赛为主 对刚升大学一年多了 所以目前还在探紧之后会要往场内赛发展 还是往就是更长 比如说半马或全马发展 三线障碍跟千五 对 但是主向是三线障碍 今天其实就是真的以完赛为目标 因为千千角受伤这样 所以这是想说能把它跑完就好 就是可能运气比较好 有拿到名次之后还蛮开心的这样子 以今天的成果来说算是在 与其之外的好 因为最近因为在无意的关系 所以没有什么练习 最后本来已经消退靠抽筋 但刚好这一场距离没有到二十一 是十九多而已 就有点松了一口气 今天就想说这一场可能大家都去谷渡 然后这一场可能就没那么多对手 但每次上来这一道奖就很成功 谢谢这样子 今天跑起来很舒服 然后跑得很开心 不一样耶 就是它的在桥上的感觉 很特别 这是毛巾 蛮好看的 然后还有奖杯 奖牌 我觉得自己配的还算稳定 然后刚刚都有几位大哥 有过他们的成绩记录 所以他们都很开心 这个路线其实还蛮不错 因为首创台北到新北嘛 路很大条 所以跑起来很舒服 我刚跑完大阪马回来 坡更多 所以突然觉得还好这样子 不过坡的话就是都比较偏长跟缓 稍微撅一下 对就可以顺利通过 我平常其实是怕山 玩越野比较多 对那带跑步是基础啦 所以就是 跑步也是当练习这样子 对我住中立 我觉得中立特别是还可以 对啊 大概三点多就出门了 之前比较长 然后现在就是 几乎就是自己练习 最主要是疫情啦 因为疫情有比较缓和了 想说来 可以来再进去参加 之后 目前只有下礼拜带小朋友参加 天职堂 对 小朋友跑几公里 5公里而已 你们一起跑5公里 对 能不能带小朋友体验一下 因为我觉得路跑山其实很好玩 就是这么多人一起跑 天气算蛮棒的 赛道上面也蛮棒的 就是让人家觉得比较厌世的事 居然要跑四座桥 有十根坡喔 今天的里程数好像有少了那么一点点 还算一个很不错的赛道啦 因为你可以体验就是 我们居然能够跑上四名大道 我觉得这是还蛮特别的经验 因为平常都只有坐车经过 下一场就万金石 对 它就很近耶 对就是很厌 所以这场其实是 就是当万金石前的赛前练习 第一次举办的双北城市马拉松 有许多不争完美的地方 不知里程数不足 还有交通管制的动线不佳等许多问题 但本次采访的跑者都相对客气 愿意给首次举办的赛事多一点包容心 期许赛事未来若一样想达到国际级的水准 就该拿出国际级的态度去办事 找回跑者们对这场赛事的信心